根据我们刚刚仔细的清典 在这个本场所全面禁烟 请勿在此吸烟 为则依烟害防治滑最高储挖心态病 1万元滑款的广告布条前 我们收集到了220根整的烟地 这是我们台湾普遍存在 用恐吓 应该说恐吓吗 腐烂 也不能讲腐烂 就是反正挂了布条 好像就没事了 先进国家 结果法律也没办法执行 造成了大家不把它当一回事 就在这布条前有220根 1根1万元 220根就220万 如果认真直滑 那我们就可以为国家呢 带来220万的进账 也可以让环境更加的美好 镇长 里长 你们可以把这个布条撤掉吗 还是可以认真的直滑吗 我们普里镇呢 曾经荣获全省最脏乱乡镇的前三名 有一年度 那在各个比较郊区的红绿灯的地方 都会看报旁边呢 有很多的烟地 显然呢 本证证明 某些证明的素养 或者是我们的教育 还是执法 有待提升 对不起 我今天呢 真的是 挥话太多了 因为我每天在这赏工 也撒到我都火大了 还没有火大 心甘情愿 大家可以爱护公园吗 可以让我们有一个高素质 高水准的生活环境吗 拜托大家啰